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追忆似水年华》 如果要在人类的阅读史上评选出超级经典 却很难读完的书 《追忆似水年华》绝对排在前三名 这部小说篇幅巨大 信息繁多 夹杂着思维跳跃 时空颠倒 令无数读者望而却步 但是评论家却说呢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已经超越了所有可以评判的西方经典 它具有无所不包的一切优点 所以本书作者普鲁斯特 也成为世界上被谈论的最多 却被阅读的最少的作家 这位天才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 1871年出生于巴黎 是一位体弱多病 生性敏感的富家子弟 青年时代的普鲁斯特温文尔雅 交友广阔 35岁那年由于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他开始闭门创作 与外界隔绝 完全沉浸到回忆中 将逝去的生活片段 回忆中所有矛盾和暧昧的印象 都写进小说中 直至1922年离世 可以说 他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写作这部《追忆似水年华》 都说这部小说很经典 也知道它很难读 普鲁斯特的狂热崇拜者毛姆曾说 我宁愿读普鲁斯特的书读到厌烦 也不愿为了愉悦而去读其他作家的书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打开这部文学巨著呢 阅读普鲁斯特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好 下面呢 我将从小说的主要情节 和普鲁斯特所展现的三个主题来进行解读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关于时间的小说 它以第一人称讲述 叙述者是家境富裕而又体弱多病的小镇青年马赛尔 马赛尔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 又是故事的叙述者 同时呢 也可以看作作者普鲁斯特 因此 《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一部回忆录式的自传题小说 小说体系庞大 一共有七卷的篇幅 中一本呢 有二百四十多万字 法国作家法朗士就曾经说过 人生太短 普鲁斯特太长 在这部小说里呢 仅仅是出场人物就有上百位之多 而它所涵盖的主题同样是数不胜数 它虽然缺乏长篇小说固有的连贯情节 但随着阅读的深入 我们也会渐渐品味到其中的妙处 好 下面就让我先简单地勾勒一下 各卷的内容 第一卷是《在斯万家》这边 作者从1902年的《一天清晨》写起 叙述者马赛尔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 这时呢 他开始回忆自己一生中 居住过的不同城市 不同房间 据说呢 在斯万家这边最初投稿的时候 遭到了出版家的断然拒绝 理由就是 这本书太无聊了 开头30多页竟然只写了一个少年入睡前的思绪 普鲁斯特写道 这些盘旋错综的回忆最多只维持几秒钟 一时没有确定身在何处就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假设 而仓促间 我往往来不及辨认这一个接一个的假设 正如我们在看连续照片放映机放映的奔马时 来不及分清前后不同姿势的位置一样 在这里 叙述者马赛尔首先就想到了童年时 父母因为接待来访的客人而不能上楼对自己说晚安 于是辗转难眠的那个夜晚 这种回想断断续续 他的记忆无法准确地复现过去 由此呢 他又想到了在一个冬日 由于品尝到了沾了茶水的马德莱纳蛋糕 而产生了与过去相连的感觉 然后他又开始对贡布雷的回忆 贡布雷是主人公马赛尔的故乡 可以说呢 对贡布雷的回忆 是进入本书《时间迷宫》的一把钥匙 读者可以用它来打开这座灰红的迷宫 马赛尔想到了1895年 他在贡布雷曾经爱上的那个姑娘吉尔贝特 他后来故地重游 来到他曾经游戏的地方 但那里早已是物是人非 为此呢 他感叹岁月的流逝 在第一卷中还穿插了一部 斯万的爱情 这是独立成章的故事 讲述了斯万的恋爱 并且与马赛尔的恋爱形成对照 第二卷是 《在花季少女倩影下》 它可以看作是对马赛尔上一卷 1895年生活的补充 因为阴差阳错 马赛尔与吉尔贝特渐渐有了距离 1897年 马赛尔跟随外婆来到了海岸城市度假 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女朋友的阿尔贝蒂娜 第三卷 盖尔蒙特那边 主要讲述了马赛尔一家 搬到了盖尔蒙特家族附近的故事 这段时间里 马赛尔经历了外婆的生病与去世 也看到了贵族伪善与冷酷的一面 接下来的第四卷与第三卷同样是一种补充关系 并且延续了马赛尔对外婆的思念 外婆去世时 他对这种思念的体会并不太深 1900年一天夜里 当马赛尔脱鞋时 对外婆的怀念瞬间被唤醒了 因为外婆对他的宠爱 以往都是由外婆来替他脱鞋 如果说外婆去世时 马赛尔仅仅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一位亲人 那么在这个夜晚 当他自己将鞋子脱去时 他就意识到 永远不会再有外婆替自己脱鞋 自己是永远地失去了外婆 这个段落写得非常动情 也称之为心灵的间歇 即失去与永远失去之间的后知后觉 在第四卷里 马赛尔谈到了 在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 同性恋现象 这也是小说 《阿尔贝蒂娜》系列的开篇 马赛尔在海岸城市 遇到了阿尔贝蒂娜 并爱上了她 但是后来渐渐失去了兴趣 但是当阿尔贝蒂娜暗示 自己与女友关系暧昧 即可能是同性恋时 马赛尔又一次对她产生了好奇 当然也不妨说是极度 在好奇与极度的折磨下 马赛尔决定迎娶阿尔贝蒂娜 与她一同生活 小说就此来到了第五卷 《女球》 就如这卷的题目所示 这一卷里呢 马赛尔试图通过监禁女友 不让她外出 从而消除自身的极度 然而效果却很有限 她仍然遏制不住自己的怀疑 唯一例外的情形 是当阿尔贝蒂娜睡着时 或者说当马赛尔凝视着熟睡的女友时 她才会感到安心 《女球》的故事只发生在几天之内 阿尔贝蒂娜最终还是不辞而别 尽留下一封信 接下来第六卷 《失踪的阿尔贝蒂娜》 构成了阿尔贝蒂娜系列的最后一部 它延续着第五卷的情节 马赛尔在绝望与极度的交织间挣扎 想要挽回阿尔贝蒂娜 且在得知阿尔贝蒂娜 起码摔死这个消息后 她的极度也并未终止 最后还是时间与遗忘 平复了她的心 第七卷 《重现的时光》 是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 也是全书《画龙点经》的部分 在这一卷的开篇 故事的场景再次回到了小说第一卷 马赛尔在那个陌生的房间醒来 这是1902年 此后她住进疗养院 长达数十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马赛尔回到巴黎 参加了盖尔芒特王妃的宴会 马赛尔一直想记录这些回忆 但是感到自己没有文学天赋 为此她很苦恼 但是正是在这次前往聚会的路上 曾经由小马德莱纳蛋糕 拖鞋子所带来的启示 再一次显现出来 盖尔芒特王府高低不平的石板路 让她险些摔跤 汤匙敲击碟子的声音 用上了将的餐巾擦拭嘴唇 这些事都让以前的场景 一一浮现在马赛尔眼前 石板路令她想起了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汤匙的声音让她想起 曾经坐火车时听到的声音 马赛尔有此意识到 这些启示如果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表现 本身就会是一部伟大的文学 所以自己并不是没有文学天赋 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入口 这个入口是什么呢 小说在这一卷最后的化妆舞会中 揭示了出来 演出结束时 马赛尔看到客厅里的客人 也就是他过去的朋友们 全都老得不成样子 马赛尔忘了 这是十多年之后的重逢 但时间却在人的脸上 显现出衰老的形态 仿佛是戴上了面具 于是呢 在小说结束的地方 一面是富含拯救意味的回忆 一面是冷酷献身的时间 而马赛尔正是在这两者之间 开始书写他的作品 开始找回那失去的时间 以上是小说的主要情节 1908年 普鲁斯特给一位朋友写信 介绍他正在做的事情 一项关于贵族的研究 一部关于巴黎的小说 一篇关于圣伯夫和弗罗拜的文章 一篇关于女人的文章 一项关于彩色玻璃窗的研究 一项关于墓碑的研究 一项关于小说的研究 如果有一部小说囊括了这全部的内容 实在可以说是包夺万象 为了方便理解呢 我从三个根本性主题入手 以此来贯穿小说的情节 并且大致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内涵 小说的第一个主题是时间 也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岁月流逝 我们对此都深有体会 曾经相爱的人再无可能重逢 昔日居住的城区物是人非 但是普鲁斯特并没有沉浸在悲痛中 他正是用艺术的眼光看待这种时过境迁 将生活铸造成为一部三千多页的文学 这种转换不仅让他寻回了失去的时光 也让他强烈地体验到了幸福 这种生活的艺术 是小说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在1912年 作者呢曾想用失去的时间 与重现的时间 来命名他最初构想的两卷本作品 这个题目很能表现小说的创作意图 也就是说有两重时间 一重是现实的时间 人们会变老 也会在年岁中失去这种时间 另一重则是心理时间 是通过我们的记忆重新发现的现实 这是可以被找回的时间 在这两重时间之中 就是心灵的间歇 它使得我们同时意识到 衰老的临近与年轻的可能 关于第一重时间 作者写到过很多次 比如小说第一卷结尾 他重新来到布洛涅树林 童年时期 他曾经在这里 无数次地遥望散步的斯万夫人 而18年后 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马车早已被汽车取代 又如在写阿尔贝蒂娜的爱情 以及最后一卷重现时光时 马赛尔在人们脸上看到了 现实的时间的痕迹 才惊觉这已经是十年后的重逢 大家都变老了 关于第二重时间 简单地说 指的就是记忆为我们保存的昔日的情境 我们都有这种感受 偶尔听到一首老歌 会让曾经听这首歌的年月浮现在眼前 那段日子的内容可能早已经被我们忘却 但又因为一段不经意的旋律而复现 又如在春日的傍晚散步 一股暗暗的花香 就让我们年轻时爱过的人涌上心头 对此作者认为 我们真正的生活 同我们所以为的差别如此巨大 以致当一次巧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回忆时 我们心里会充满如此巨大的幸福感 也就是说 当你触景生情 想起某个人或某件事 此时你为这个人或某件事 所赋予的形态和意义 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 而你现在正经历的这一刻 同样也会在下一个真正的回忆中 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幸福感 正因为这个道理 普鲁斯特说 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 当一块小马德莱纳蛋糕的味道 让马赛尔回忆起贡布雷小镇时 心理时间就战胜了现实时间 也就是说 那失去的时间被我们找回了 但是呢 找回失去的时间 并不能依靠我们理智的思索 在小说开篇 马赛尔努力回想 自己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之所以这种回忆 断断续续不够连贯 就是因为 理智的回想 无法让往昔全部复现 为此作者特别区分了两种回忆 首先是理智的记忆 其次是无意识的回忆 理智的记忆不仅不够连贯 也由于缺乏感情 没办法让人们感受到当日的心境 在普鲁斯特看来 只有第二种回忆 无意识的回忆 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心灵的间歇 感受到重新回到过去的惊喜 可以说每一次印象的萌生 都是借助于物才实现的 它既不是空想 也不是理智推论的结果 普鲁斯特反复地提到了这一点 我真希望能像以前 在盖尔蒙特家那边散步时一样 竭力去参透 骤然抓住我的美好感受 凝神摒弃 探求着幽远的气息 我感到我将从中得到的 不仅仅是区区的愉悦感 而是他尚未向我揭示的真谛 普鲁斯特这种通过物品 来捕捉回忆的执着 会让人想起西欧最古老的 土著居民凯尔特人 据说凯尔特人有一种信仰 他们认为逝去的人 会将他们的灵魂寄托在物品之中 普鲁斯特的无意识回忆 与此十分相似 他似乎同样认为 我们生活过的日子 以及那些日子的美妙 也藏在器物里 而这些器物正等待着复活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 一共有十一处这样的例子 他无一例外地与物相关联 马德莱纳小蛋糕 马丹维尔钟楼 公共厕所里的煤味 宫身脱去鞋子的动作 高低起伏的石板路 汤匙敲击碟子发出的声音 上了江的毛巾 水管里的水声等等 器物与人的相遇 就是我们与过去的相遇 这种相遇既显得永恒奇妙 仿佛在现实时间之外 它突然显现 又转瞬即逝 好 这是小说的第一主题 时间 那下面进入小说的第二主题 爱情 小说中 马赛尔遇到过许多女人 或是暗恋 或是追求 或是因误解而分手 幸福好像从未真正降临在他身上 小说最初写到 他与吉尔贝特青梅竹马的那段岁月 却因为一段误会而渐行渐远 许多年后重逢 两人才惊讶地发现 当时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 如果说在这里 马赛尔与吉尔贝特之间 还是两小无猜的爱情 那么接下来 他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 就复杂许多了 马赛尔与阿尔贝蒂娜的相遇 发生在小说的第二卷 他在海滴上看到了一群姑娘 而其中一位就是阿尔贝蒂娜 但此时的他们 完全还没有了解彼此 也就是说 马赛尔选择爱上阿尔贝蒂娜 完全是偶然的 后来阿尔贝蒂娜也对马赛尔产生了兴趣 但不许他亲吻自己 马赛尔的外婆去世后 阿尔贝蒂娜来巴黎找马赛尔 但此时的马赛尔 正在许多夫人之间摇摆不定 他依然不清楚自己该喜欢谁 他说 我丝毫也不喜欢阿尔贝蒂娜 它是由外面的雾气产生 只能满足新的季节 在我心中唤起的假想欲望 因此 马赛尔对阿尔贝蒂娜 几乎是冷落的 这种冷落 等到马赛尔意识到 她可能是一位女同性恋士 或者说 要等待阿尔贝蒂娜成为一个迷面之际 才告一段落 马赛尔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 与其说是因好奇而起 不如说是想象的产物 马赛尔在徒劳地论证她的爱情 论证爱情有着某种不可知的必然性 然而事实上 这更像是一种想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旦马赛尔真正拥有了阿尔贝蒂娜 她就感到日子非常乏味 而一旦得不到或者处在等待中 她又绝望不已 这与第一卷中穿插的斯万的爱情 也正是一样的 无论是马赛尔还是斯万 他们爱的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恋人 而不是真实的恋人 真实的恋人只会让想象黯然失色 正因如此 在普鲁特笔下 恋人必须长久地处在等待的处境中 这真是一个双重的悖论 当她将阿尔贝蒂娜囚禁时 她就希望与其分手 等待她的离去 然而她的离去呢 毫无疑问会重新刺激她的好奇心 让她又一次等待她的归来 这部小说里的爱情 由于嫉妒这个主题变得更为棘手 嫉妒是由期待产生的 而关于嫉妒的想象 又反过来延续了期待的想象 嫉妒坚持保留对方不忠的形象 每当恋人为战友的实现而感到乏味时 嫉妒就会来刺痛我们 这一点马赛尔自己也非常清楚 她说 我的嫉妒却促成我 尽量不要离开阿尔贝蒂娜 虽然我知道 要完全根治这嫉妒的毛病 只有跟她一刀两断 简单地说 嫉妒让恋爱的人不知如何是好 嫉妒最重要的意义 是将战友的无聊也予以消除 她令普鲁斯特笔下的恋人 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 而另一方面 正是痛苦这件事 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存在 马赛尔并没有意识到 她的情人不过是一个影子 不过是她想象中的一个观念 后来阿尔贝蒂娜不幸起码摔死 极度仍然折磨着马赛尔 她甚至请密探 去继续调查恋人的过往 直到时间慢慢让她大梦出行 她终于意识到 她的爱情与想象与嫉妒 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马赛尔最终意识到 我们的喜爱中 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误解 甚至于误解本身 就是喜爱的前提条件 她说 现在阿尔贝蒂娜 只是一连串 我们无法弄清真相的事件 一连串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注定是要被征服的 那些及早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有福了 他们不会苦苦地去进行一场 被想象的极限所围困的 徒劳无意 精疲力尽的争斗 最后我们来看看小说的第三个主题 写作 小说中 马赛尔通过无意识的回忆 找回了失去的时间 他们既处在现实时间之外 有置身永恒的感觉 又稍纵即逝 马德莱纳小蛋糕 让贡布雷的岁月浮现在茶杯中 但是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呢 马赛尔又反复地悲叹 自己的天赋不足以创作一部文学 写作这个主题 在这里的出现是决定性的 它使得前两种困惑 时间的困惑与爱情的困惑 同时得到了解决 记录下无意识回忆的内容 从而将稍纵即逝的感触 转化为永恒的文本 这就是文学的主题 文学的作为 罗兰巴特在《哀痛日记》里 曾将文学比作为逝者立碑 写作是为了回忆吗 不是为了自我回忆 而是为了与忘却之痛苦做斗争 因为忘却是绝对的 很快就没有任何痕迹了 不论身在何处 也不论是何人 这是立碑之必要性 请你记住 他曾生活过 在这里呢 写作是为了抵抗遗忘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种看法 认为写作就是遗忘之后的事业 是再造新的现实 然而无论如何 普鲁斯特都将写作 视为通往绝对的道路 他说 现在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 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 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 还它真实的本来面目 总之实现在一部作品中 此外呢 写作也让爱情真正变得圆满 叙述者意识到 他爱的是自己的想象 也因此意识到 自己同现实之间的敌意 逝去的时间再难重来 只有从美学意义上 阐明过去的秘密 我们才能摆脱痛苦 也才能让逝去的时间 并不白白逝去 布鲁斯特写道 我明白 文学作品的所有这些素材 那便是我以往的生活 我明白 它们在肤浅的欢乐中 在慵懒中 在柔情中 在痛苦中来到 被我积存起来 还来不及预期它们的归宿 甚至不知道它们竟能幸存 没想到 这些种子内储存着 将促使植物成长的各种养料 也就是说 我们所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 哪怕最卑微所谢的细节 都不会平白消失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它们会被重新激活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中 出现在我们的笔下 所以 生活是一种 阐明生命意义的感照 是一种写作的感照 从这一点来看 追忆似水年华 既是一部文学作品 也是一种表现文学作品意义的努力 或者说 是一种将生活转化为文学 对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努力 马赛尔曾经觉察到 自己拥有写作的意志 但他又感到自己没办法准确的复述体验 就这样 马赛尔渐渐放弃了写作的努力 同时呢 身体的情况也使得他不得不放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小说最后的聚会上 他再一次体验到 马德莱娜小蛋糕的情形 并且意识到 逝去的时间对于写作来说 是一种必要的条件与前提 时间积存的感受 恰恰是写作的方向所在 于是 他又一次抓住了写作的意志 在小说结束的地方 马赛尔开始了他的创作 在永恒的岁月之间 普鲁斯特写了衰老的阴影 那是时间留给我们的痕迹 也写到了遥远的爱情 它让我们经历一次次的重生 对普鲁斯特来说 追忆似水年华的漫长写作 是一次自我救赎 人类本初的冲动是追求永恒 而似水的年华总在无情消逝 唯有艺术化的回望 追忆或者写作 才能把这种心理与现实连接起来 生命里有一种绝对 哪怕再细微所谢的事物 它的意义也不会在时间的绵延中湮灭 这种艺术的救赎过程 赋予过去的时间以真正的价值 让我们重新追上时间的脚步 让我们从来不曾远离自己的过去 而我们的生命 也由此展现出其丰富的真实面目 感谢观看